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珍现在离我太近 所以你镜头你拍出来 我本来就长得难看 你这么近距离地拍 简直就没法看了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人太多 所以我们只能保持这样一种状态 告诉各位 现在我所站的位置呢 现在我是面朝南 然后李珍那是面朝北拍摄 我的左侧这边能够看到是个大客车 再往那边去呢 这就是著名的北京的中华世纪谭 再往前面一点 就是著名的CCTV 骰骰TV 中央电视台就指 那么我们的东侧 如果对北京的情况稍微有一些了解的人呢 大概就知道了 我们的东侧 也就是现在的我的左手方向 这什么地方 这就是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军事博物馆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参观者 自我到北京快40年以来 我很少看到军事博物馆会有这么多人排队 而且呢 以前我们通常是在军事博物馆的正门 也就是这个从地铁的军博站出来之后呢 在北边 军博的正门 一般在那儿进 没见过这么长的队伍 亲爱的观众朋友 司马白花长征25000里 我们在长征一路走来 我们走了40多天 从江西的余都走到了延安 从延安的飞回北京 本来在延安的时候呢 我以为我们这个长征系列呢就坐结了 就结束了 到那儿呢 我曾经用很深情的语言呢 跟各位说 我们红军长征25000里这条路 我们冲走了一遍 到这儿呢 画了一个句号 我们结束的地点 李志明你还记得 是在延安这个纪念馆 延安纪念馆 我们以为到那儿就结束了 但是呢 没有想到 我们回到北京之后 在北京呢 有一个纪念红军长征80周年的展览 并且呢 这个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展览呢 习近平总书记来了 很多呢 中央领导同志来了 还有呢 北京市民 老百姓 以及北京周边的参观者络绎不绝 这个展览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我原以为这个展览呢 可能像以前我们看到的很多展览一样 没有那么多的人 今天我来 就是光是在这儿看着一段 那就不得了 理着你镜头照一照后边 那拍一拍前面看看 这人有多少 多的简直是令人的 那我是算不出来 有人很有本事说 广场估计会有多少人 有人说今天呢 出席的人会有多少 如果没有确切的统计的话 就拿眼睛那么一看 我只能说有多少人我不知道 我看到的只是黑压压的一大片 又一大片 又一大片 因为他拐着弯呢 在军事博物馆门前那地方就排着队 然后过来呢 那有一个门再往前排队 一截一截 并且前面呢再往左拐 大家看看这个地方到了这个 到了锦江都城酒店了 锦江都城酒店 这个酒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这原来叫张家岗酒店 就是江苏的张家岗 这个酒店后来 大概锦江呢 集团接管了 所以名字呢改了 股权结构我不了解 过去呢 这个酒店是酒店 军事博物馆是军事博物馆 现在呢 我们看到的是军事博物馆和酒店呢 连在一起 并且呢 这个酒店呢 就和军事博物馆的楼呢 都接上了 我不知道中间是不是呢 又加了一个工程 但是呢 可以肯定的是 目前这个酒店这个大门 就代替了 这次展览 他进门 进门和出门分开了 为什么 这种设置呢 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因为 人实在太多了 现在我们往前走 我发现呢 参观呢 队伍当中的这些人呢 都是成年人 小学生 中学生 很少见 以往在这种展览当中呢 学校组织的比较多 小学生排着队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呢 来看这红军长城 上了一八十周年展览的 都是些成年人 嗨 你好 这位美女 你们从哪来呀 石家庄 石家庄啊 你们来了多少人呢 我们俩 你们俩 一个男同志 一个女同志 对 你们两个是同事 同事 已经合作很多年了 没错 一个办公室很多年 一个办公室啊 我试图往某一个方向引 但是我又怕说错 所以我也只好呢 含糊的说 合作很多年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 为什么在纪念红军长城胜利八十周年 这个展览 在军波展出的时候 会有这么多的人来 大家到底怀着一个什么样的感情来 如果是单位组织的 倒可以做一个解释 说这是单位的活动 但是很多人是自发的来的 像刚才我问的 这石家庄的药厂的 这两位同志 石家庄到这来 即便坐高铁 那也得两个小时呢 而且呢 早晨十点钟赶到这个地方 那早晨呢 至少呢 七点多 就得从家里边出来 按照现在呢 我们这个排队的速度 那大概还需要一个小时 甚至更长的时间 才能排队 进入到队伍里面 我在这已经叨咕这么多了 但是我们现在呢 依然还没有到拐弯处 拐弯处之后呢 进去还要再拐几个弯 才能进去 用得着中国一句老话 叫趋近而通优 进这个展览不容易 在红军长征胜利 八十周年 我们重走长征路的过程当中 在每一个地方 我们都有呢 红军纪念地 都有红军纪念的展览 像李珍呢 扛着摄像机 跟着我走过很多很多的展览 但是像这样规模的展览 我们没有见到 为什么 第一 因为这是北京 第二 因为北京人多 第三 因为周边的很多城市 地方的人都到这来 全国的观众都来 那第四呢 这个展览的内容呢 是带有呢 总结性的 概括性的 全局性的 是权威性的 最后 那就是总书记习近平 和中央政治局的 很多领导同志 都专门来看了这个展览 所以在这样一个展览当中 关于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的 这个精神的诠释 关于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 哪些重点的内容 能够录入 不仅是 普通公众关心的 更是那些各地的 从事红色文化 红色旅游活动的 从事党史军史研究的 朋友们所关注的 所以我想 现在呢 我们在这儿是等待 我们在这儿慢慢的 往前挪着步 往前走 那到里边呢 我们所看到的情景啊 也许是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一看 果然和一路上 我们所看到的 从余都到延安的 各个地方的 红军的展览都不一样 耳目一新高大上 还有一种可能 哎呀 这怎么跟各地的展览 也差不多呀 跟各地展览 如果差不多的话 那么为什么这个总的展览 还吸引这么多人呢 如果跟各地的展览 都差不多的话 我们会不会有一点 失望呢 我觉得不会 为什么 因为各地的展览呀 它都是从一个角度 比方说 余都的那个 红军出发地展览 侧中奖 红军当年怎么出发的 毛主席是怎么来 勘察这个地形的 怎么抱病 勘察地形的 怎么跟周来汇报的 周来怎么批的 是吧 为什么中央选择 余都作为出发地 余都的桥是怎么架子 几座浮桥 现在的情景怎么样 当年怎么斗笠送红军的 曲求白怎么留下的 等等等等 讲的是当时的情景 那你到了这个 辣子口天险 你到了毛的盖 哈达铺 哈达铺那些地方呢 讲的是红军长征 经过那一段的时候的具体情景 也就是说路上我们所看到的展览呢 都是呢 当时的那个地方的 和红军长征有关的史实 史料 人物 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 提纲协领式的是总括的 是站在呢 我们今天的历史的位点上 回望80年前 那红军长征 所以在长征沿线 我们所看到的展览 和今天的看到的展览 自然是不同的 还有呢 军事博物馆呢 作为全国的 军事展览的 最高的研究单位 最重要的学术单位 它所展出的这个科学性 包括呢 展板的布置 实景的布置 相应内容 包括呢 措辞 背板 这一切都可能和 我们路上所看到的 关于红军的展览呢 有所不同 还有一条 也许大家会注意到 那就是今天 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观众啊 他们从四面八方而来 那么有秩序的 那么自觉的 来参观这个展览 也就是说 我们观众的素质 也和以前 我们所看到的 那些观众的素质不太一样 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 经过千辛万苦 经过漫长的排队 经过一步一步的往前挪 经过和很多人呢 无穷无尽的这种聊天之后呢 我们终于到了 金市博物馆的 红军长城胜利八十周年 主题展览的 大门口了 一见了之后呢 我们看到有两则 鲜红的大标语 一则 那往南看 不忘初心 走好新的长征路 这大概是 红军长征 上世纪八十周年的 一个最重要的内容的提列 不忘初心 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的 走好新的长征路 则是对今天呢 所有的 所有的人的一种期待 也是每个人呢 应该有的这么一个念头 不忘初心走好新的长征路 红地黄字 根据视觉心理学的研究 这个红地黄字 或者红地白字 是最为醒目的 在这儿呢 英雄史诗 不朽丰碑 纪念中国共同红军长征 上了一八周年主题展览 这面主题墙 或者说这个展览的主题啊 这个还是设立的 非常有气势的 整个这个大楼 薄星大楼 军事博物馆西侧的大楼的 整个这朝南的一面墙 全部呢 都布置成了展览的主题墙 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这个红军长征胜利 八十周年的这个展览 一进门呢 是毛主席手写题的 红军不怕远征南 这首七绿 在红军长征沿途 所经过的这十一个省 几乎每一个红军长征纪念馆 都会把毛主席的这首诗 作为主题墙 也有些地方呢 没有作为主题墙 但是呢 也会在很醒目的位置呢 专门做这么一面 因为毛主席这首呢 七绿短短的 这么一段文字呢 是把红军长征的 整个过程完整的在线了 所以呢 看到这首诗 全是毛主席这首诗里边的 每一个字 每一个句子 我们能够呢 在眼前浮显出 红军长征的整个过程 我们进到这个展览大厅 一进来的时候呢 在这个展览 通常所有的前沿的位置 它是迎面的一个 大型的主题雕塑 这个主题雕塑呢 叫红军长征 红军长征这个祖雕 下边呢 是雪山 然后呢 在翻页雪山的时候 红军将士呢 奋勇向前 你看他们牵着马 扛着枪 然后呢 这个 呃 抬着伤病员 拄着拐棍 有的战士呢 这两条枪呢 扛在肩上 拽着呢 后边那个战士 战士的肩上 还背着大刀 这边两个战士 一个战士呢 穿着军装 破烂的 另外一个战士呢 军装已经没有了 披着斗篷 然后脑筋上缠着布 所有的人呢 都是做一个 扑夫向前的 前夫后继的 这样的动作 他们所有的那种 目光都是坚毅的 神态呢 都是坚定的 前言是怎么讲的 前言说 1934年10月 至1936年10月 中国共产党领导 红军高举抗日 救亡旗帜 粉碎上百万 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 战胜无数 艰难险阻 胜利进行了 体式文明的 万里长征 形成了伟大的 长征精神 长征创造了 七吞山河的人间奇迹 图写了中国革命史的 光辉篇章 是中国革命从挫折 走向胜利的重大转折 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 乃至全人类宝贵的 精神财富 我们举办主题展览 充分反映 红军长征胜利的 光辉历史和英雄壮举 旨在红阳红色传统 传统红 传承红色基因 激励全党 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 不忘初心走好新的长征路 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英文的 这一段是整个红军的 长征胜利80周年展览的 主题词了 现在人越来越多了 旁边女解说员 散门比我大 所以 她的声音一出来 我的声音就被压没了 好 现在我们 现在我们来看看 这个红军长征胜利的展览 是从战略展仪开始讲起的 我们相信 在全国各地的 特别红军长征沿线的 所有的展览当中 这个军事博物馆这个展览 内容上是自真俱拙 推敲的最为准确 红军为什么 这一段其实讲的是 红军为什么开始长征 但是小孩没娘说来话长 一讲就很长 因为21年建党 中国革命就是新阶段 但是呢 27年国共合作失败了 失败的 之后呢 共产党呢 独立领导了 土地革命武装斗争 然后呢 就根基地不断扩大 然后就讲到 九一八事变 抗日战争 然后呢 国民党呢 攘外安内 围剿苏区 然后再一句 就是左倾教条主义 然后导致苏区的错误 五次围剿失败 红军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 被迫撤离苏区 开始长征 其他各路红军 也开始战略转移 向国民党统治 薄弱地区和抗日前线进军 这段话里边啊 负载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每句话都是 一系列的重大的事件 一系列重要人物的集合 比方说 调集百万围剿 各个苏区 围剿是各个苏区啊 中央苏区 厄运万苏区 和各地的苏区 包括陕北的这个苏区 都是被遭到围剿 那这个时候呢 由于党内教条错误 左倾教条错误 这句话讲的什么呀 这句话讲的就是 当时代表共产国际 代表临时中央 代表百分之百的 布尔什维克的 那些呢 教条主义者 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 那样一些书呆子 一下子 居高临下 拿了权力 比方说 在中央苏区 毛主席当主席 对吧 毛主席呢 又当这个 毛主席又当这个 人民委员会主席 毛主席又是 红军的总政委 一方面军 毛 中毛红军 把这个中央根据力 瞬间做到这么大 那好了 上海来了一帮临时中央 一帮呢 汇毒马列 能用德语和俄语 来背诵共产党宣言的 一帮百分之百 的布尔什维克 倒是来让毛主席靠边站了 是吧 所以从三二年到三四年 两年的光景 把中央苏区折腾的底调 折腾底调的最重要的标志 中央苏区没了 红军越打越惨败 红一方面军 那么能打仗 彭德怀 林彪 这两位红军的战神 怎么打怎么败 结果中央苏区丧失了 国民党部队围剿了 中央苏区七十万人 诸位是七十万人倒在血泊当中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转移 注意啊 讲的是红军长征展览 但是到这的时候只说战略转移 没说红军长征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没有长征那词 长征那词呢 是到了遗族地区的时候 朱总司令的一个布告里面 再提到长征 所以在这只讲呢 这个战略转移 战略转移呢 是战略转移 但是呢 其实在左庭教条主义 那帮舒呆子的领导下 战略转移成了大搬家 谈谈罐罐 什么都拉着上路了 所以呢 就导致呢 转移之后更加被动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个地图里面讲的 刚才一个小青年问我说 红军到底从哪儿走 怎么走得这么乱呢 这怎么走的路线呢 我说你不能进来看红军的展览 你就以为这讲的是长征 这不是讲长征 这讲的是什么呀 苏区创建和斗争 讲27年到34年 各地工农红军起义形式图 说这个地方闹红军了 那地方闹红军了 这地方连把菜刀闹革命了 这地方起来把老财杀了 这地方新政府夺了 这地方开始把保安团给杀了 知道吧 全国各地都闹红军 这叫革命之烈火 星星之火 遍地点燃 扑的一下 所有人都起来革命了 所以共产党为什么有合法性 现在那帮人因为党内腐败 所以他们就骂共产党 我告诉你 当年共产党就代表正义 因为活不下去了 因为我们的日子没法过了 所以起来 起来 起来的标志就是 一个小红旗举起来了 闹革命 所以这不是红军长征形式图 这是一个闹红军 各地闹革命的一个示意图 闹革命当然是不容易的了 那随时准备被杀头 但是你不怕死 你也不见得革命就成功 所以像林彪 所以像林彪这样的红军的战神 跟着竹德上了井冈山的 这个年轻的特别会打仗的 黄埔军校的四七学员 林彪同学 打了很多胜仗 但是林彪呢 就像很多红军战士一样 脑子里画了个问号 给毛泽西写了一封信 那说这个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啊 咱们这事儿行不行啊 毛主席为了回答林彪的那封信 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重要的是讲可以燎原 现在呢我们井冈山啊 我们是一个星星之火 林彪说是能打多久啊 毛主席说可以燎原 就是有一天 我们要往河北 山东 华北 海南岛 我们全给它烧了 全国一片红 这就是毛主席的主张 但是为什么能够燎原呢 毛主席从理论上 刚深刻的阐释说 中国红色政权 为什么能够存在 为什么毛主席是毛主席 为什么毛主席呢 被排挤靠边站 抬着担架上路的毛泽东 他最后成了全党 无可争议的领袖 就是因为他确实高债远主 他比同时代很多人都那么高 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是当时的 中央苏区的领导 上海派来的领导 都这么高 咱们都这么高 我个也不高 咱们都这么高 毛主席就姚明那么高 来了以后 他确实站得高 看得远 他说应当这么办 应当那么办 但是上海来那帮人不服 上海来那帮人 在莫斯科学习过 有弗龙之金氏学院毕业的 有斯大林手下训过的 见过布哈林的 张国焘人家是北大毕业的 然后又在布哈林那个地方发言 得到布哈林的好感 一大堆都是共产国际直接遥控的 那个时候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关系 什么关系 这董事会直接控制一个部门 是紧密型的领导 所以那时候中国共产党有个词 不叫共产党 叫什么 叫共产国际中国支部 你必须得听人家的 人家不给你钱都没法干 所以我们毫无疑问 我们和共产国际的关系 那就是老子和儿子的关系 所以老子叫熊尔勒 啪啪啪 他胡来瞎指挥 不了解中国情况 那毛主席在这代表正确的路线 但是中央 临时中央来那帮人 共产国际来那帮人 说毛主席是富农路线 毛主席是右倾机会主义 毛主席是游击习气 他们说毛主席是半点马列主义都没有 在麦斯科回来那帮喝过羊沫水的人 嘲笑老毛 叫老毛 你一懂马列 毛主席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毛主席那时候马列的书确实读的不多 但是毛主席了解中国农民 了解中国社会 了解中国国情 毛主席从井冈山 然后和祝德会师 井冈山那地方往南一打 中央苏区连片了 知道那时候中央苏区有多大吗 很多人以为中央苏区搞不清楚 姑娘你猜猜 那时候中央苏区能有多大 你这个概念很多人反应不过来 我告诉你 中央苏区那时候有多大 比宁夏回族自治区大 差不多和今天浙江省这么大 所以那时候中央苏区 现在就中央苏区 那时候有个名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那是个国 人民政权 所以那个时候的中央苏区的苏维埃共和国 实际上是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雏形 一个实验室的产品 我可以一直在讲 中华我们 Inside the Room 中华